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没想到 谢元熙这小子居然来这么一手 他不在父皇面前直接回答问题 反而在父皇面前卖了个乖 事已至此 王爷息怒 皇上虽然认可了三王爷的想法 可并没有恩准其前往西那案的计划 这就说明皇上还在犹豫 此事还有转机 你不妨亲自前去 若是皇上准了 那便是大功一见 若是皇上不准 那就让他谢延祁去吧 到时候 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舅舅的意思是 此去必是微服 此到西南路途遥远 民间多有瘴气 蛮族行行遍地 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高 实在是高 我说王爷 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 到底想好了没有啊 王爷 西南地处边陲 民风飙寒 要是查案 我去就行了 您不必以身犯险 以身犯险事小 怕王爷 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 毒姑 你可回来了 我快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了呢 毒姑参见王爷 回来就好 刚才听你的话 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 我想先问一句 王爷自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 是不是故意在躲避 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 当然没有 毒姑跟随王爷这么多年 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 一旦被说中心事 就是这个表情 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 王爷决定前往 我以后定跟随左右 那可不行 你大婚将近 不能擅自离开的 再说了 你拆十座庙不悔一桩婚 别别别 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情如说得对 你与燕燃大婚在即 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就是啊 你们早一天成亲 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 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 且行且珍惜 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 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 王爷若有你的陪伴 我大可以放心了 那我也要去 你去做什么 我们此行前去办案 又不是游山玩水 我 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 你们听说过惊天一吗 你们听说过看男吗 告诉你们这些我在老家 全部都看完了 你们听过吗 真相只有一个 王爷 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 她鬼主意多 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 好吧 还有我 还有我 我 我可以帮你们一揉 对 也罢 算你一个吧 可是 父皇尚未恩准 能否同去 还未可知啊 耶 记得上次我要吃那个叉沙包 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 不然在路上我万一饿了 我又吃不着了 走走走 还有那个什么 好好好 我想想啊 反正把好吃的全部都得打包 父皇 儿臣想前往西南 彻查贡品被劫一事 帮父皇批准 你想明白了 儿臣一时糊涂 只想让天下的百姓共募皇恩浩荡 却没有细心想共品被劫的细节 是儿臣的失职 三弟他心思细腻 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 但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 何愁我江山社稷不繁荣昌盛呢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 你母后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 处处为你辩解 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了 供品的事情就算了 我刚刚准了你三弟 让他亲自为府查明真相 可是父皇 我 好了 你下去吧 那儿臣告退了 来 一号 一号 我是一号 我是一号 有惊天爱的 你好 你好 干净一下都搞错了 我们呢 考的是你们的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 那你听好了 第一题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断呢 不知道 不 不知道 下一题 下一题 残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怎么说 不 我不知道 因为残宝宝会节俭 那第三题啊 两个人同时掉进海里 一个人叫小明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当然叫救命了 第一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呢 第一最懒惰 第二最勤劳 为什么 因为 一不做二不休嘛 第二个问题 麻雀一直叫个不停 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叫呢 这个 哇 压他一下 鸦雀无声嘛 我也问一个 我也问一个 这残宝院呢 来了三位姑娘 可是老宝呢 只需要一位姑娘 这可怎么办呢 两半 跟您开玩笑呢 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 然后呢 这个老宝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这三位姑娘呢 从一定银子面前经过 第一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把它藏了起来 然后第二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捡了起来 交给了老宝 这第三位姑娘 看到银子 立马跑去找老宝 老宝啊 还把银子分给他一半 你说老宝 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 第二位 为什么 因为他人品好啊 再想想 再想想 那就是第三位 因为 因为他有眼力见儿啊 废话 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 身材最标准的那个 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 还有德行干嘛 整顿风气啊 真不愧是在那里 生活战斗过的 这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啊 你不信哪 你不信随便找几个老宝问问 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的呀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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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奇怪了 哪有这样出题的 哪有这样出题的 确实还弄暗号啊 确实还弄暗号啊 好 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 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 纳斯达克不是梦 你给我演示一遍 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 全查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手券二十文 皮包二十文 全部都是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二十文你买不了吃亏 二十文你买不了上当 快快进店选购吧 怎么样 可以吗 相当可以啊 给你三十二个赞 此行我路过新华村 刚好带了集团好久 首先预祝王爷 在朝中一切顺利 今天你我不醉不归 好啊 来 尝尝 干一杯 请 好酒啊 杜姑 你知道吗 今日父皇准奏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 非常非常地开心 真的很开心 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 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 完全不同 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 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 哪里 不过 今日朝上 二王爷主动请营 却输给了王爷 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 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 来 再干一杯 王爷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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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你们都不了解二哥 二哥这个人 心胸虽算不上开阔 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小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之好啊 可是人都是会变的 尤其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 原本当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 任凭是谁 都不会不起邪念的 来 干杯 真是想念大哥呀 干 干 干 再喝一杯 来 我跟你说 这当考官的感觉可真爽啊 你别说 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 那可不是 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 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线 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 对了 我交给你个任务啊 你说 是这样的 就是以后呢 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 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鞋 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 没错 我觉得啊 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 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 和贵宾客户什么的 对对对 王爷 你 秦柔 王爷非要见你一面 我也没有办法 什么话啊 臭死了 慢点 独孤元 他不能喝你就别让他喝嘛 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 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愁礼室吗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对了秦柔 王爷住在这里 那你今天住哪儿 这个 有了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天色已晚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呀 自有安排 我来 殷轻柔 你可真行 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 现在是古代 男女授数不欺 这有什么的呀 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 七八个人都一起住过 再说了 你也不是个男的呀 谢元祺倒是男人 喝那点酒就醉成那一样 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 多喝了两杯好吗 这就护上了 我哪有啊 但我跟你说啊 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 你可别袖手旁观啊 放心吧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快点睡吧 我困死了 好吧 大胆 大胆 未经本王允许 谁把我的围杖 换得如此艳俗 来呢 王爷 别找了 你家小姐不在这儿 对了 吩咐后厨 给本王煮点新酒汤来 是 王爷 这 你 殷勤柔 王爷昨晚睡你这儿 那你睡哪儿啊 要你管 我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 我想学习卧薪尝胆不行吗 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 当然是假的了 你不是告诉我把这里当自己家吗 于是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所以呢 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 这可了不得了 又倒是男女瘦瘦不侵 又倒是男女瘦瘦不侵 又倒是男女瘦不侵 这 你说这年头男人难做女人难做 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 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秦柔 我看你以后啊还是得小心点 你就别抱怨啊 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任你随便选 还不行吗 真的假的 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 你说我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 瞅你那小家子气 给我倒杯水 喝茶 小姐 你回来了 小姐 喝茶 这是我刚泡的龙井 对了 小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上上香 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 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福 顺便 顺便什么 我看你是想出去玩儿了吧 好啊 我正要说的是 你想得好 想得妙 想得呱呱叫 最近天气这么好 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 强生见谷 陶冶一下秦操 你这个想法不错 太好了 我最近有门房准备马车 我们去法门寺 不 我们不去法门寺 我们去清远寺 清远寺 这帮古代父母是有多无聊啊 一年到头的搜索活动 除了花卉就是花卉 还有上香 这么没意思 好了 走吧 小姐 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 城里的夫人小姐都愿意去那里 那里香火鼎盛 丝外也很热闹 什么香囊啊 手帕啊 都比别的地方也之多了 还有小姐说的那个 是那个 什么什么帅哥也多 哪像这里啊 又远又没意思 你懂什么呀 真正修行的人 要那么热闹干吗 你看看这儿 环境清幽 意境高远 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 高远 哪里高远了 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 叫大隐隐一试 小隐与山 照这样说来 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 修行得厉害呀 你还学会顶嘴了 我其实呢 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 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 都是他搞的 我看哪 十有八九 跟杜影十一伙的 我跟你说 这世道上 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 骗子最多了 走走走来 你又饿了 对呀 那咱就赶紧走吧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别着急 他这个菜啊 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我 我都已经吃腻了 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 三岁开始 到现在 你算一下 你怎么三岁就进来了 说来话长 三岁的时候吧 我得了重病 那个时候家里边 没有钱给我看病 恰巧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高僧 说我原本就是什么 佛祖座下小童 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 就能平安无事 所以我的父母 就把我送给他了 哎呀 这封建迷信啊 真是害死人了 真可怜啊他们 今天我们请问的嘉宾是中国厨艺大师 笔铁大 和银梁学校 两位小师傅 师傅好 请问你们的师傅今天在寺里吗 我们师傅今天不在寺里 他去忠义府念经去了 哦 不在啊 那我找你们好了 我呢为了参加美食大赛 专门研制了一种绝门的素食手艺 不知你们可否帮我尝尝呀 来 尝尝吧 好吃吗 你们别光顾着吃啊 我叫小姐问你话呢 你们师傅名气那么大 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 你们作为他徒弟 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 而且你们这个领域 发展前途那么好 但是竞争也相当地激烈啊 那你们觉得是竞争多一些呢 还是机遇多一些呢 照这俩小和尚说 看来真是玄孔搞得鬼啊 回来了 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乡 每隔一天半日根本回不来 你为何如此快啊 我能是一般女子吗 不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倒要试试 跟我来 干嘛呀 冰块脸 哇 好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妨猜猜看 若是猜中 有傻 不是叫追风就是叫踏雪 要不就是惊脸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叫追风 这么大众的名字 用搅置在盖上都能想到 这批小红性情温顺 非常适合女孩子起 小红 我去 你竟然叫她小红 这么搅的名字 搅 对了 你会骑马吗 我 当然会了 冰块脸 我给你唱歌啊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 共享人世繁华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好 爱什么 你换西衣服带了吗 带了 那个生活用品带了吗 带了 好吃的呢 带了 卫生巾带了吗 卫生巾 这位小姐 麻烦您稍微把自己当一下女人 也帮我当一下男人好不好 不 我就是挺想念她的 我又不知道做女生 是否应该自有点 儿臣此番息难之行山高路远 这次是特意来向母后告别的 儿臣此行定不负父皇所托 必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还望父皇母后不要担心 我听说你舅父前不久送你一位女子 不如这次把这位女子一同带上服侍你吧 秦柔虽聪明伶俐 鬼点子多 但温柔小意尽心尽力的服饰 却不是她所承 母后 儿臣能照顾好自己 再说 情有很好 儿臣 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服侍 每次说你 都有一堆的话等着我 你就当是对你舅父有一个交代吧 毕竟也是你舅父对你的一番心意 你把她带上路愿意放哪儿就放哪儿 还不行吗 母后所言极是 容儿臣再考虑下吧 现如今啊 你们都大了 都有自己的主意了 妈妈 刚刚我让太医院给你配了一些 防御伤寒和治疗外伤的常用药 你把她带去吧 真相虽重要 但也不及你的安危啊 安全重要 儿臣谢过母后 母后保重 儿臣告退 去吧 别起政点 王爷来了 你回来了 皇上皇后娘娘身体怎么样啊 还好 母后给我准备了一些配好的药 还嘱咐了一些话 你们收拾得如何 差不多了 特权接机就是好啊 什么事都有人帮你准备 哪像我们啊 事事都得亲力亲为 秦柔 我今日入宫 母后说 说什么 说让你在洛山好好照顾啊 还是有什么东西 需要我们帮她带的 母后乃异国之母 哪会缺什么东西 就算是缺 下面也会有无数人帮着想办法 亏你想得出来 我就是好心嘛 不刻薄能死啊 真是 天色不早了 你快走吧 别耽误我们收拾东西了 明天还要早起闹 我们可不像某人 事事都有人伺候 赶紧走吧你 早起休息 尊上 双儿还是觉得 现言起此行 应该跟随于她 大不了半城压棍婆子之类的 你们都走了 就剩双儿一个人 双儿也成不了什么事啊 您说是吧 你放心 我早已安排好了 今天皇后叫三王爷入宫 就是安排带你一起走的事 随后就有人来通知你了 连皇后身边都有尊上的人吗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只要记得 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双儿知道 自从那一日 你在凤凰楼救了我 还帮我当上了花魁 双儿就知道 双儿心中 也是有尊上的 你想多了 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 双儿不会忘记尊上的恩德 双儿此生 都只是尊上的人 你怎么出来了 都不是外人 别这么送来送去的 殷勤人 王爷没跟你说吧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西南了 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而且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 就你 我就呵呵了 别人不照顾你 都烧高香了 你还照顾别人 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 关键是 这是王爷的意思 好了 时候不早了 赶紧启程吧 男人的话 果然跟母猪上述的传言一样不可惜 看这是什么 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 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 斗地主 好 尹姑娘 斗地主为何物 双生又为何物 这斗地主呢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 就是三个人玩的游戏 其中有一家呢是地主 另外两家合力击垮地主 出牌呢可以出一张 也可以出两张 三张一样的呢 可以带一张或者两张 然后那个 四张一样的呢 就是炸弹 两张王牌呢 是最大最大的牌了 是最大最大的炸弹 阿谷 双儿 你们不用听吗 一会儿别被赢得哭鼻子 这个 这个这个 秦柔之前教过我 我虽然不怎么会玩 但是稍微了解一点 我跟秦柔家里的比较近 会玩一点 我们都玩得不好了 对 我们玩得都不好 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是不是 为何会如此打扮 乘合体统 嘘 独孤元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真的是新手吗 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 谁说不是呢 这么多年都白活了 这巨子文也白混了 玩斗地主书给了一个古代人 王爷 看你也挺闲的 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玩吧 可好玩了 当真如此有趣 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 像王爷这种人 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 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一个纯粹的人 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 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忠于女 忠于心的人 你说王爷他会玩吗 不会 不会 依我看你是怕输给本王吧 鸡匠法 呵呵 行 我就是怕输给你 怎么着 打我呀 我还怕教会了徒弟 饿死师父呢 你 你 轻柔 好了好了 算你一个 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 要有你赌服输的 什么叫算我一个 本王还不稀罕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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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气 王爷王爷 你就大声不计小人过 你跟我们这个 这是什么气啊 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 也罢 赢了他们 看他们还叫小 走 炸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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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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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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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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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舅舅 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 好让我早些出来迎接呀 不必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舅舅 我觉得 我最近好好想了一下 如果现在动手 是不是太过明显了 王爷不必多虑 我们当然不会 在他刚出京城的那个时候动手 我们是等他路程过半的时候 再找机会 况且我这次安排的人 生意相貌都更似颠葬人事 以便于被我们嫁祸 舅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隐隐 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王爷 切勿忧柔寡断 做大事者当断则断 否则必受其乱哪 那就依舅舅所言吧 那我就先走了 王爷 我还要再提醒一句 现在是关键时刻 王爷要少花心思在女人身上 红颜祸水啊 是是是 求求教训的是 本王知道了 管得够宽的 今天趁着人多 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 好好好 大胆 你二人怎可如此轻率 杀人乃触犯国法 怎可以游戏称之啊 你误会了 不是真的杀人 而是那种审案型的游戏啊 那也不可 究竟是何游戏 名称如此凶险 真无聊 要不让这样吧 咱们哪 每个人都讲一个鬼故事 趁着这夜色多刺激啊 好好好 我先来 这个最在好 让我给你们想一个 灵异一点的质力性的问题 快点 就你事多 听着 在一个县城里呢 母女三人相依为命 可是有一天呢 母亲突然离世了 在亲戚的帮忙下呢 他们办了丧礼 可是呢 在丧礼上 妹妹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哥 并且对这个表哥 可谓是一见倾心啊 一见倾心 秦柔 你搞清楚好不好 这可是恐怖故事 不是你看的那些言情小说 就你事多 真死 听着 可是葬礼还没结束 表哥呢 就不见了踪影 表妹啊 就找啊找 总是找不着 她呢 日思夜想 茶不思 饭不想 人都消瘦了许多呢 突然 你又吓死我啊 突然呢 妹妹有一天 拿着一把刀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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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姐姐亲手杀死 请问 这是为什么 这是喇门的恐怖故事啊 这个故事 确实曲折离奇 唯一所思啊 阿滚 你先说 我觉得 这个妹妹 不是个疯子 就是个变态 不不 别快点 你说 依我看 这个妹妹 应该是认为 表哥喜欢姐姐 所以心生妒忌 才下次毒手 也不对 赌国员 那你觉得呢 阿广和三王爷说的都不对吗 都不对 在独孤汉来 这位姑娘 一定是一个简单直接 而又不用头脑之人 为什么 我想一想 不知道对不对 莫非是那位妹妹 一直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哥 而苦无对策 她只知道 上次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见到她 所以 她误以为再办一次葬礼 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表哥了 我本以为 我本以为 从网上看到的这个测试犯罪的题目 他们这些古代人肯定猜不出来 可是独孤元净回答得如此清晰 轻轻松松的 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 真猜不透的 那么 秦柔 独孤公子说得对不对啊 嗯 是对的 天哪 你太厉害了 这么腹黑的答案你都能想得出来 这算什么破故事 如此阴暗 王爷 你说是吧 罢了 这故事实在过于阴暗 本王乏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啊 啊 那 在下也告辞了 啊 啊 啊 左三圈 腰三圈 脖子牛牛 屁股牛牛 嗯 嗯 哎呀 尹秦柔 你这么做暴露年龄知道吗 嗯 你干嘛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 他快吓死人了 昨晚那道题本王并非打不出 只是本王精神欠佳无暇思考 你可以多出几道题本王一定答得出 原来是这事啊 我告诉你别逞强了 嗯 难道你以为本王的聪明才智不如那独孤吗 嗯 嗯 有些问题呢 不是打上来才叫好 世间岂有此种道理 快出题吧 哦 呦 爹 娘 盐人给您二老奉茶来了 哦 好 尹将军好 尹夫人好 好 尹将军请喝茶 好好好 尹夫人请喝茶 好 盐人啊 来 来来来 让我好好看看我这准媳妇 好 好 好 真是个好姑娘 跟我这傻儿子配呀 真是委屈你了 娘 您说什么呢 这么遮孩儿的面啊 我呀 一看到燕燃 那心里喜欢着呢 谢谢尹夫人 谢谢尹夫人 这个秦柔啊 跟着三王爷去了西南 都这么久了 我这个做义母的 心里头啊 牵挂呀 浩儿 最近 有他们的消息吗 娘 近日孩儿没收到王爷和秦柔的消息 但是 有独顾员和李章在 您就放心吧 嗯 是啊 你呀 你就别瞎扫心了 这驿站哪 过几天 会有消息的 我这心里面哪 总觉得空老老的 娘 您就不要过多担忧了 您要是觉得烦哪 就让燕燃陪您出去走走 是啊 叶夫人 要不燕燃陪您出去走走吧 最近天气不错 这是出游的好时机呢 好好好 我们走吧 站住 走 上 有 保护了 朱老爷 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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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儿